词三首 声声慢 二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学习送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声声慢 秋情》,大家先朗读一下课文。 《声声慢 秋情》,沉沉蜜蜜,懒懒清清,淒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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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幻寒时后,最难张试,三杯两盏淡酒,枕滴他,晚来风急, 硬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伤识 满地黄花堆积,潮水选,如今有谁堪宅 守着窗宜,独自浸身得黑 不同更谦细如,渡黄蜂,点点滴滴,这次帝,枕一个仇字了得 我们上次就讨论了开头那三句的叠字了 我们上次说过,这几句除了巧妙地运用了叠字之外,作者所写的感情也是十分之细腻的 首先,作者说话沉沉默默,她是想追求些什么呢? 根据夏文的内容,作者可能是想尋找过去一段和丈夫共度的美好时光 冷冷清清,描写四周一片冷清的气氛 暗示作者要尋找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发 现在只可以独自面对凄清的环境 而凄凄惨惨戚戚戚,即是由描写外界的环境 转写到内心的感触 作者因为四周一片的凄清,感到美好的日子,已经逝去了 于是内心就感到凄惨和伤心 总括而言,作者这七组叠字 由外在的动作、气氛写到内心的感情 层次分明,将一个心归女子的寂寞 哀怨刻画得淋漓尽止 我们再看看下文 这里描写了什么的天气呢? 这两句描写的天气是 有时突然变暖,很快又会转行 这种天气对人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由于天气非常不稳定 会令作者很难以可以得到休息 其实作者之所以不可以安静下来休息 主要都是因为内心的孤独 爱上 情绪受分之不稳定 天气就可以视为一种气氛襯托的写法 作者既然不可以好好地休息 只好借手消愁 喝酒 是否真的可以为她解去这个愁闷呢? 作者是一位文雅的女性 喝的只不过是三两杯淡酒 没办法可以抵御黄昏时催泪的急径秋风 结果当然是走入仇场仇近仇啦 他举头一幕 见到天上的眼而飞过 触发了些什么感情呢? 他感到十分之伤心 见到天上的飞眼 作者说他们是旧时相识的朋友 而他们在天上匆匆飞过 令池人更加觉得孤独 这里的旧时 又令作者回想起从前的美好生活 可惜这一切都难以追尋啦 除此之外 硬仪令古人会想到红硬传书 前期的李清赵 有时会因为丈夫赵明成出外做官 而和他分隔两地 那时他看到天上的硬仪 会想起丈夫究竟会不会传来远方的音信呢? 而现在李清赵 再见到秋眼飞过 已经感觉到丈夫已经小小了 不可能再得到他的音信 再加上国家动荡不安 试问又怎会不令作者伤心难过呢? 同学 又到了练习的时间了 第一条 第一条 作者开头使用了七组叠字 表达了什么感情呢? 第二条 作者见到天上的飞雅 触发了什么感情呢? 作者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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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开头